第419章 前蟒阳城 天空之上巨大的锋利雪蟒穿透巨肘以及其上黄鱼男子两人的身体 鲜血如同雪柱一般不断地从天空倾泻而下 最后将下风的立面都是染得雪红起来 那最后出手偷袭的人自然便是小颜 他的那一道蟒尾在吸收了圣灵坛之中的那远古天鹅的血脉之后 依然是变成了一件丝毫不比林洞手中天鹅骨枪弱的地阶灵宝一般 芒尾过处就算是造化镜大成强者都是难以抵御 若是偷袭之下即便是造化镜巅峰的强者都极有可能被冻穿击杀 就如同眼前这一幕 小颜挥舞着那如同刀锋一般锋利的芒尾 然后狠狠地将那一兽两人的尸体摔在下风地面上 顿时直接将它们摔成一团团肉泥 林洞见状手掌一抓 便是有着三根乾坤袋飞绿而来 最后稳稳地落在其手中 精神力粗略的一扫 脸庞上便是略过一抹笑意 这三个家伙的收藏倒是颇为丰富 乾坤袋内加起来的涅槃丹也是有着六千左右的数量 虽说这与离圣相比少了一些 不过也算凑合了 粗略地检查一番战利品 林洞便是身形移动掠上城墙 此时的城墙上还有着数名圣光芒朝的造化强者 不过当他们再见到林洞掠来时 眼中却是涌上了恐惧之色 一声尖叫便是鸡芒逃窜 对于这些圣光芒朝的走狗 林洞显然没有什么留情的打算 隔空树群洪出 狂暴如同火山一般的旋风 除了留下一道火口外 其余的那些圣光芒朝的爪牙 直接是被他尽数轰杀而去 那一幕看到所有人脚跟都是大颤 他们怎么都想不到 这才短短几天时间不见 林洞实力竟然达到了能够一拳秒杀造化精大城 甚至重伤造化精巅峰强者的恐怖地步 解决掉这些杂鱼 林洞的身形也是出现在了莫灵三人身旁 挥手将他们身体之上束缚尽数阵列 说道 没事吧 没什么大碍 这些家伙以为你是逃了 想用我们当做人质诱你出来 所以倒没真的下杀手 莫灵苦笑着摇摇头 恐怕连这些家伙都没想到 林洞出现后 他们根本连动用人质的机会都没有 便直接被林洞干脆利落地斩杀 你的实力 杜云也是惊奇地盯着林洞 忍不住地问道 修炼成功了一门武学 所以实力长了一些而已 林洞淡淡一笑 旋即继续道 看来那晋木倒是很想取我的性命 如今他脱不开身 竟然将手下给派了过来 这次他们又损失了三名造化精巅峰强者 我想那晋木知道后 或许就得暴跳如雷了 满山幸在乐祸地笑道 林洞兄准备何时动身前往阳城 莫灵看了看林洞 他知道如今林洞攻城 必然是要动身前往阳城争夺远古密钥 明天就走 林洞略做沉饮 也不做什么拖泥带水 一把将那唯一的一道活口抓过 丢向莫灵 道 从他嘴中套出一些情报出来 他们都是跟在晋木的身后 显然会知道一些 有关云古密钥的消息 听得此话 莫灵三人皆是点了脸头 旋即不怀好意地望着 那几乎被吓破胆子的圣光芒朝的一名强者 他们落在圣光芒朝手中后 虽然性命无忧 但也是吃了一些苦头 如今正好拿着倒霉的家伙撒气 在解决掉这些麻烦后 林洞对于聚集点中的其他那些目光 也是懒得做什么理会 与莫灵三人说了一声后 便是掠回高塔 在高塔内盘坐而下 林洞目光望着身旁的小颜 确切地说是小颜的那一条奇异的芒尾 如今的这条芒尾的形状出现了细微的变化 看上去犹如一个椎体一般 而芒尾之上则是布满着细密的血红鳞片 这些鳞片锋利无比 组合在一起透着浓浓的森染之色 那种闪烁的幽光既便是林洞看了 眼神都是有些凝聚 以小颜如今的实力若是偷袭的话 足以斩杀造花景巅峰的强者 这些芒尾的灵力程度 丝毫不迅速于听恶骨枪 林洞轻赞了一声 小颜的实力倒也是越来越强了 这对于她来说 显然是一个不错的消息 明天她便是要动身前往阳城 在那里强者如云 即便是半部涅槃境的强者都是存在着 而现在她的身边能够帮得上她忙的 也就小雕了 莫灵三人的实力 顶多只能与造花景巅峰的强者拖延 但却无法战胜 所以对于小颜的实力的提升 她心头也是相当的欣喜 林洞的手掌轻轻摸索着小颜的大脑袋 片刻后缓缓闭目 再度进入了静修状态 不过她的静修仅仅持续了三个时辰 便是被前来的莫灵三人所打破 情报道少了 听得莫灵开口的第一句话 林洞脸庞上也是涌现一抹笑意 杨城龙蛇混杂 她想要在其中混击 并且争夺远古密钥 情报是必不可少的 如今的杨城汇聚了不少各方王朝强者 他们的目标都是远古密钥 看来那远古密葬应该是一个重量级别的宝藏 不然的话不会具备这种诱惑性 莫灵显然是有些欣喜 若是能够得到密葬 他们都将会拥有着冲击涅槃境的实力 林洞点了点头并不感到意外 这远古密葬之中能够有着连小雕 都是感到欣喜若狂的生死转轮丹 显然不可能会是什么寻常宝藏 由于杨城各方人马太多 就连那家伙也不知道确切的数目 但是光是他知道的那些王朝中 便是有着四方王朝 拥有着半部涅槃的强者坐镇 而这四方王朝在阳城也是颇为出名 这四方王朝分别是大忧王朝 铁王朝 海林王朝 以及圣光王朝 林洞缓缓点头 这些王朝的实力远远比大阎王朝要强 拥有着半部涅槃镜的强者坐镇 倒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而且半部涅槃的强者 虽然能够让得林洞谨慎对待 可却远谈不上忌惮 拥有着雪灵魁的他 除非真正的涅槃镜强者出马 不然顿然是无法将其斩杀 阳城当中可否有真正的涅槃镜强者 林洞略作沉默 问道 阳城水深 鱼龙混杂 一些王朝虽然名气不如这四方王朝 但也是底蕴不弱 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有隐藏的半部涅槃强者 不过至于真正的涅槃强者 恐怕应该没有 莫灵辰言道 在如今的远古战场中 只要能够踏入半部涅槃的境界 便是相当于一流的强者 至于真正的涅槃镜恐怕即便是阳城也是找不出来 毕竟阳城虽然是风云万里之内最为庞大的聚集点 可放言于整个远古战场相比又是极为的渺小 想来涅槃镜的强者应该不会出现在那里 对于莫灵的话 灵动却是不知可否 如果远古密葬真的是连小雕都是心动的话 那就算是真正的涅槃镜强者 也必然难以抵御这种诱惑 谁都说不定在那阳城中 一时有着涅槃镜强者暗中潜伏 冷眼看着那些王朝争夺 待得最后方才出手当那渔翁 不过 不管那阳城是否真的有涅槃镜的强者 对于这远古密钥 他也是势在必得 这不仅是关小雕能否重新凝聚肉身 而且他也知道 如果他能够获得这密葬 则是必然的能够借此冲击涅槃镜 从而在一年之后的惊天大战中脱颖而出 参加百朝大战的王朝数不胜数 其中更是有着无数的天才与妖孽 他们中不乏起点和机缘都比临动更强的人 毕竟这个世界上的好运 不会只光顾到林栋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想要和这些来自各大王朝的天才妖孽对抗 林栋就必须有所准备 而这种远古密葬更是不可能让于他人 明天动身前往洋朝争夺密钥 有了这般念头 林栋自然不会再有丝毫迟缓 当即便是沉生道 对于林栋的话 莫灵三人皆是重重的点了点头 不紧不惧眼中反而是有些火热 对于林栋 他们信心仿佛十分知足 而这一路而来 林栋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也是让得他们庆幸 在林栋天与林栋之间 他们选择了后者 第二天当陈灰刚刚撕裂黑暗 倾洒在这片大地时 强猛的风声便是在聚集点的上空响起 一些人抬头看去 却是见到四道身影自高塔之上掠出 而后落至那头凶悍的妖兽的虎背之上 最后携带着滚滚的狂风 对着天际之边暴律而去 望着那消失在天边的影子 聚集点内不少人都是有些怅然 他们知道林栋等人不会再回来了 他们将会前往那更为恢弘与浩荡的远古战场 争夺更多的资源 从而在这百朝大战之中脱颖而出 而与之相比 他们却是或许地在这远古战场中泯然而去 往日在各自王朝的种种天才之名 也是将会随之而黯淡